存檔沒有被繼承 上次玩到我們要幫瑪莎抽錢 打電話報告部長 部長我報告完成 克勞斯席莫爾 關於席莫爾妻子的事情 好 好吧 我們要想辦法驅逐他 OK 可是我們剩沒多少時間了捏 愛與和平 就是那個 他兒子去看那部電影 那部戲 背後 每個三年都會有 這個是上次的嗎 到時候誰會工作呢 國家需要的是我們勞動而不是演出 不要跟他說話 這一次我們不要激怒他好了 你好 問你需要什麼 直接告訴我卡拉 你是不是會派監視我的 我沒有回什麼 我忘了 我直接結束對話好了 講述 講述革命者的提議 以驅逐作為威脅 上次我是以驅逐 驅逐作為威脅 所以這次就講述革命者的提議 你必須更加注意 克勞斯同志 我就開門進來說吧 我就要命令要把你從這裡趕出去 怎麼他想趕出我的房子 是哪裏置信 可以的話早就離開這狹小的地方了 你知道怎麼做 提供幫助 我想幫你為什麼不離開這個城市呢 這很可以啊 卡爾你為什麼關心我 堅持談話 我並不是出於好奇而問你 我是想幫助你 我正在被人追捕 很難相信 哪個人會對我的遭遇感到興趣 我被送去煙草店 那個靠近雨室的小木格間 他們拿走了我的出城許可 沒有他我只能被困在這兒 你懂的 什麼是出城許可 你應該知道這樣的事情卡爾 你要是想進入戰略設施或離開這座城市都需要這個檔案 火車站港口和有檢查點的道路我都不能走 為什麼不能拿渣 你不會相信我的 我收到了政府部門的回覆 文件被送到檔案室做資料更新了 他們告訴我可以在那收到取回檔案 我去的檔案是他們說沒有任何文件了 我為了給巡視員遞交檢測申請已經排了一個星期的隊伍了 兩個星期 兩個月過去之後 我被告知我的申請用錯了表格 而且我需要的表格他們已經沒有了 你這一次是說檔案館裡面的文件弄丟了 是的文件就在檔案室裡面 他們說真的 來逼瘋 來查檔案的一個人 的人的絕招 不知道那是不是玩笑 我想要看我怎麼幫助你出城許可的問題 天氣 總是討厭這樣的天氣 我們已經幾個禮拜沒看到太陽了 他提醒我我們是存在的 你覺得呢 沒錯 下雨了 如何幫助 你在檔案館工作嗎 老傢伙 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就算沒有我 你也依照這個資訊呢 好人的文書不會被拿進檔案館 不要那麼直白的告訴我 關於柯爾勞斯 喜莫爾的真實故事 他失去了政府的眷顧 他們拿走他的出城許可 他現在被困在這裡了 我不喜歡他 他在煙草店工作 但他從來沒有給我免費的煙草 他這樣的行為和說話這麼粗魯 是因為他很害怕 幫幫我把他的出城許可帶給我 他們不能沒有他啊 你懂吧 成交代你欠我一瓶 威士卡 沒有他我就沒辦法取得 一些被沒收的文件 好啦幹 一瓶酒是不是 電視壞掉了卡爾 請把那個東西修理一下 好 我盡快修好他 OK 來來來來來 為我老婆做事 好不好 不遺餘力 會不會太大聲啊各位 太大聲要跟我說喔 我先來買一個修理工具 OK 我不要加速了 不然我女兒的錢我籌不到啊 我現在有什麼任務要做 新的法令 談論眼鏡 不對我要去跟我兒子談 因為後來我們發現 眼鏡是我兒子拿走的 你對他的眼鏡做了什麼啊 我知道他們肯定在廚房桌子底下有找到 立刻趕回去 在老頭報警 密控告我們搶劫之前 好吧給你 我在大學穿著他們 顯得更成熟更聰明 幹 你還想看老 你想看著老一些還是聰明一點啊 用你的腦子而不是眼鏡啊 現在 走開 走開 Get out 他們去工作了是不是 那太好了我可以裝監視器了 偷看一下好了 沒人 好進去 裝監視器的時間到了 欸幹 我的監視器 不要回來喔 我他媽在裝監視器喔 四項一點喔 欸你是這一家的人嗎 好像是耶 怎麼辦 快逃啊 哈囉你好 我現在還有什麼任務 要趕走他女朋友 好 趕走他女朋友 喔 醫生只剩24小時了 看來要去 直接進去他們家裡面 看醫生他們家有什麼了 看我們什麼東西可以 驅逐他老婆 欸醫生回來了 完了完了完了 欸欸 快逃快逃快逃 快逃快逃快逃 喔呦 唉唷 差點就進去嚇死我了 很煩欸 這隻傢伙 看有沒有人要搬進來 沒有人想搬進我的房子 好吧 太好了 可是我有1萬塊了 欸我有1萬塊了 快點 醫生救救我女兒 醫生 醫生你他媽走路可以再慢一點 醫生救救我的女兒啊 我女兒病了 我女兒病了 你可以幫他做檢查嗎 我到底會檢查他啊 我是一個醫生 療療科來啦 知道可以買違法的東西放到別人家嗎 好壞喔 我做不到 幫我檢查我女兒快點 小疾無人家 不獨自僕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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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奇怪? - 我要先跟他說眼鏡的事情 - 先還給他 - 嗯? - 嗯? - 看廚房桌子下面 - 你說謊 - 嗯? 好兇喔 - 幹 - 可惡 - 早知道就 - 早知道就誠實一對了 - 醫生你可以告訴- 欸? - 有商人 先去買一瓶威士忌吧 - 我是... - 我要買一瓶酒 - 但這些東西我可以賣給你好不好 - 嗯? 我按到購買了嗎? - Oh my god - Oh my god - 賠了40塊 - 算了 - 好吧 - 買一瓶威士忌吧 - 一千塊捏 - 算了去別人家偷好了 - 我相信醫生家一定有 - 我要去醫生家偷 - 醫生快點揪救我女兒快點 - 她媽不 我不找你啊 - 走開啊 - 談論廣告 -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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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該找到你的罪狀的 - 你稍等吧 - 大家都在嗎? - 政府秩序部 - 喔 要想辦法把他趕出去 - 密社新女友 - 其他的任務我都已經解過了 - 欸? - 你在大學碰到麻煩了嗎?兒子 - 幹 要一筆錢 - 七千五 - 唉 - 如果我沒有戳到七千五百塊 - 我兒子就會變礦工 - 欸 - 大哥 - 我女兒啊 - 我女兒啊 - 我需要抗生素 - 雖然我喜歡國產藥 - 但他需要進口貨 - 每個料是要幾百扣 - 好 - 我給 - 我給你 - 我給你 - 我給你 - 我剩五百塊了 - 我不知道可愛他確實想要去學一但另一方面 - 他一直在談論他的女朋友跟一些言論自由的想法 - 拆拆工作會讓他有所成長 - 而且我們就能有額外的收入了 - 但那是他的未來 - 說不定能過得比我們更好 - 他需要多少錢 - 可憐的麻煩還是很不舒服 - 我需要七百塊來付水電費 - 稍後再討論 - 我沒有錢啦 - 我真的沒有錢啦 - 等一下啦 - 我會努力的 - 我會努力賺錢的 - 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 - 那個怪女趕走 -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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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根本不需要 - 我再開門進去就好了 - 再開門進去就好了 - 他只是抽鹽 - 再給大家回來的 - 哈哈 - 回來了 - 秒他要去吃飯了 - 好很好 就進去偷點東西 他在這裏 醫生去工作了 有威士忌 太好了 偷 有錢包耶 偷錢包好了 所以他有什麼違法施政嗎 我來寫報告把他驅逐出去 我要寫報告 報告 報告報告 住在4號公寓的這個怪女 他會抽煙 克萊拉 克萊拉 住在4號公寓的女生 他跟阿洛伊住在一起 他是無業人員 他會抽煙 他沒有什麼追證耶 可惡 我還問誰還沒見到 看一下 這個 1號公寓的瑪莉亞 他是文學教師 他酗酒 都沒有人要搬進我的房子 可惡 欸大哥 怎麼樣 我女兒啦 快點 嗯 給你 讓你妻子仔細閱讀說明書 按照上面寫的步驟一步一步來 好 大概吧 現在你必須要為你女兒找一個暖活的地方 並提供營養良好的飲食 我老婆咧 老婆 拿 拿出瑪莎的藥 給你 他這將會讓他好受一點 但痊癒的希望十分的渺茫 香腸從以前開始就是直做的 他不能再吃香腸了 最好給他喝粥 湯啊 一些新鮮水果 好 為你女兒吃一個蘋果並不會有任何壞處 快點去拿 你去哪裡拿啊 喔 原來我還沒找到 好啦 給你七百塊啦 給啦 給啦 唉 給你 給你 等一下 那女兒在哪裡啊 在這裡 這個真的很難存錢耶 他們應該還沒有回來吧 欸 他要睡覺 他要回來了 好吧 去別人家好了 嗯 他在裡面 他幹嘛 他幹嘛 這什麼意思 欸 才剛開始完 我就想睡了耶 怎麼會這樣子啊 那這個人在睡覺了嗎 欸 這裡面怎麼沒有人 他來賣蘋果了 去買蘋果吧 可是這樣我兒子要當礦工了耶 我怎麼湊得到七千五百塊 你沒有賣蘋果 唉唷 四百八 我不夠錢啦 我就算 五百塊輸喔 賣給你好了 這樣我就有錢買蘋果了 老婆我拿蘋果來了 老婆我拿蘋果來了 而且好熱 我快要熱死 兒子跟女兒只能選一個的話 你們會選誰呢 嗯 再睡覺 嗯 再睡覺 我不啊 現在現在快轉了 我要看我們什麼可以寫的 好 完了 有一點 有一點沒有方向了 處於爆炸的邊緣 哇 七千五 我剛好是抽不出來了 不是啊 我老婆在睡覺啊 老婆 欸 老婆咧 剛不在睡覺嗎 好啊 我們需要取暖氣 好 天啊 欸 我要跟我老婆講話啊 你不要一直打在我們兩個中間啊 欸 我要跟我老婆講話啊 你不要一直打在我們兩個中間啊 欸 大哥先不要上班了 大哥 對不起 大哥 好的 我拿到文件稍後回來 哼 你好壞喔 我們現在去偷偷收他家好了 可是這個人在這裡好像快走上來了 欸 奇怪剛剛的女的咧 好吧 進去吧 好可怕喔 感覺大家都很乖啊 都沒有什麼微鏡品耶 怎麼會這樣子 那醫生這個呢 從裡面開搜 嚇死我了 做賊心虛的概念耶 我覺得他快上來了 我覺得他快上來了 後面他們在聊天 好 可以慢慢來了 好可怕 真的沒有什麼證據啊 可是栽贖我怕栽贖到醫生耶 會不會害他醫生那個啊 而且我不知道哪一些才是 偽禁品 欸欸欸欸 大哥 護照拿來 我剛剛把他偷走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大哥大哥 這是你的文件 好 我找到了 水 OK 好 再見 欸欸 欸 高貌瘦的人 欸 人呢 在這裡 嗯 給你 我還是不敢相信你居然決定幫我們 有消息嗎 拿著你的出城許可吧 你現在也是自由人了 現在沒什麼可以阻止你離開 我妻子試著去買火車表 但是他們不賣給他 我們似乎被列入黑名單了 我們必須設法遠離這座城市 越遠越好 甚至離開這個國家 你能幫忙嗎 我今天想辦法啊 至少這只是一個黑名單 而不是處局的名單 但我遇到你之後 我開始相信別人了 可是我怎麼幫助你啊 不想我怎麼離開 不幸的是 所有的跡象都指向自殺 Oh my god 醫生 醫生 別走 好吧 算了 要撩你老婆乾脆別撩了 欸 欸 你怎麼了 你在做什麼 你在哭 不能哭欸 哭是違法的 你不能在我面前哭 在這段廣場外哭 行或超過三人的機會 都是非法的 不要哭 你怎麼了 你哭我只能去威脅你了 不是嗎 幫他找一個取暖機 我去哪裡找取暖機啊 勒索他 寫一封敲詐信 住在三號公寓的 羅莎 你違反了 六零四七法 從1984年的 七月 九月七號開始 你不能哭 除非你放兩千塊在那裡 你趕快去放 因為我要買取暖機 我女兒要死了 你有沒有賣取暖機啊 你有沒有賣取暖機啊 幹你沒有賣取暖機欸 還是放一個唱片去 去嚇他好了 花225塊買一個唱片 然後去 弄那個女的 唉 哇牛奶快要6300欸 超貴的 喔這個就是喔 2250塊 我怎麼可能賣得起 雖然我已經敲詐到了 我要去拿我的錢了 2000塊 喔 喔天啊 你的兒子因為沒有教學費 被開除了 他被送去編號 3742 礦3當設備工 他要付2000塊 根據754號法令 已經貪污 而被解雇了 我失敗了 所有鄰居都來看卡爾被拖進警車 他的臉上沾滿了鮮血 他褲子裡放房間鑰匙的地方有個洞 那是警察收鑰匙的時候撕毀的 在他短暂一生的心酸盡頭 卡爾想知道他的家發生了什麼 哈爾斯坦家的任何人都注定活不過年底 好難喔 因為我貪污啊 沒錯 因為我敲詐那個女人 然後他去檢舉我敲詐她 對 對 欸 怎麼辦 那我現在是怎樣 可是 還是我應該要 我現在是在哪裡啊 重新讀取的地方 可是我也已經那個啦 通報啦 通報啦 他是不是就沒救了 還是這一次他就不舉報我了 還是這一次我就是不要拿錢 拿的錢就再見了 嗨 沒有東西啊 沒有錢 這次 我也沒有錢啊 啊我知道 這邊是在他大哭之前的 不要檢舉他 不對應該說直接把他送走算 可是這樣他老公好可憐喔 怎麼樣都賺不了錢啊 哇 我需要錢啊 兒子 對不起啊 我真的沒有錢了 買攝影機去賣 買攝影機去賣 我來了 買這個350的可以賣多少間 150塊 150塊 這個賣500塊 好 可是我還是需要一些鏡頭 不然這個很貴的書給你好了 嗯 再多賣兩個好了 不然買不起 賣你 這樣我有錢買了 我要暖氣機 欸 欸 你今天沒有喔 老婆我買到了 唉 好好好好好 OK 嗯哼哼 嗯哼哼 所有鄰居都來看卡爾被拖進警車 欸不能椰子心啊 白癡喔 有點大聲 他短暫一聲的心酸盡頭 卡爾想知道 他的家 發生了什麼 哈爾斯坦家的任何人 都註定 活不過年底 呵呵呵 天啊 必定發生的 好吧 對 我也在想 我是因為我不夠錢 所以我被判貪污罪 對我應該是因為付不起而知 兩千塊的費用 才這樣的 啊 好累喔 太累了這個遊戲 好想開金手指喔 呵呵呵 可以開金手指嗎 不夠開了金手指 你就沒辦法感受這個製作 製作這個遊戲的人 他們希望你感受到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環境下的無力 然後大家都一樣的可憐 然後大家都一樣的可憐這樣子 在這個情 就是這個時局下 你不想當壞人也沒辦法 你一定要當壞人 不然你就是 下一個死掉的人 好了 我要去睡覺了 好累喔 我要睡了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等一下就把這個 VOD上傳到YouTube上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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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